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 太阳跟上升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说认真保养可以重现青春 你去观察身边天秤座的女生 对她们来说 变越来越美丽或是保持美丽 是非常重要的 她们会花尽很多心思 付出很多的努力 让自己的青春涌住 比方说可能天秤座的人听到说 大家都讲了十点怎么样 就要上床睡觉睡美容觉对不对 很多星座的人听归听 但是真的能够做到吗 可能晚上这个追剧追到一个 刚好一个重点 我们先看完再说好了 一看完就十二点了 但是你去看天秤座的女生 她只要觉得 十点睡觉可以是美容觉的话 通常她在九点五十分的时候 她已经拿出隔热眼罩了 加热眼罩然后躺在床上 准备要睡美容觉了 她觉得这样子 其实可以让我越来越年轻的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看得通透而且心思是比较单纯的 中阴太阳跟上升都在水瓶 还月亮也水瓶 你水瓶特质非常强喔 水星你四个水星都在水瓶座 我们讲水瓶座特质强的人 他们是人生很怕麻烦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生活生命越简单越好 其实你就看很多水瓶座的人 他们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很会可能选择吃素 或者像众英讲的 我就是不要吃那些加工食品 因为他觉得那些食物的 我们吃原本的食物 原型食物可能是这个最单纯的 不要摄取太多的东西 可能会有负担 那我们知道其实要不要青春 要不要美丽 吃进去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前提 他们觉得因为怕麻烦 因为希望生活简单 所以他们吃的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了 再来水瓶座的人 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智慧 就是他们看事情是一样的 可以看得很单纯 而且希望这个就是可以看透 事情很多真相 所以你跟水瓶座相处很好 他们说一就是一 你知道他们不会拐弯抹角的 今天水瓶座的人喜欢你 他就说我喜欢你 他讨厌你 也许有礼貌不讲 可是他就跟你不要保持太亲近的互动 你不用中英点头点的这个很捧场 就说有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水瓶的人 在背后害我们 因为他觉得 水瓶不会 对 我怎么样 我就是表现出什么的一个真诚的模样 也因为自己这样子心情上的一种 我们讲说比较通透 他不想太麻烦 太多这种心思在那边计算什么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那个面相看起来 就能够青春永驻 你知道他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太多这种心思在这些 就是没有 不会花心思去算计 然后去耍心眼这种对不对 他觉得我过好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想要过的生活这样就够了 所以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蛮爱护自己 蛮爱自己 可以越活越年轻的一种特质之一 第一名呢 我们说是有落在 射手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热情开朗 然后呢 能够过着自在的人生 好 白鱼的这个太阳射手 射手特质也蛮强的 水星也在射手 金星也在射手 这样的特质 我们先说 其实我们讲嘛 想要越来越年轻 其实吃得好 睡得好 以及心情要好 这是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射手本质上 我们讲说 他们其实就容易看得开 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高低起伏 人生的挫折 他们比较能够用一种 比较高的视野 其实像水瓶 射手 这两个是 很能够看得开的前两名 就是说他们很能够想得开 然后会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 我可能心情不好 低落一天两天 再来他们就想开了 事情就过了 所以容易心情 心态上比较保持一种愉快的 那种情绪 再来就是射手座的人 他们其实对人生是不设限的 很多事情都愿意去尝试 比方说像刚才白鱼说嘛 我可能最近 可能某一些人生的这个时刻 可能心情比较低落 睡得不好 听闻朋友说哪些保养品 保健品吃了很好 有些星座会觉得我没吃过 我不想去尝试 但射手不会 他觉得我就试试看啊 给自己给彼此一个机会 对 可能真的用到好的保养品 马上改善我的睡眠状况了 我们刚讲那几个要素 又都来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因为这样的特质 射手座的人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心情又容易开朗愉快 自然就会越活越年轻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